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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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名普达科 年龄四岁 性别功了 普达科是土库曼斯坦 纯种汉血马家族中的名门之后 整个这个家族这个品系 它就是以体型漂亮和短途速度快 闻名于世 这个马父亲叫皮亚达 1994年呢 这个皮亚达也就是这个普达科的父亲 和这个鹰呢进行比赛 结果呢这个最后这个这个马呢 把这个鹰给赢了 获胜了 短途速度能赛过雄鹰 这绝对是传奇 因为汉血马最大的优势 其实是他们超强的耐力 长途耐力呢 最大最好的一次是53匹马 参加一个4300公里的耐力赛 83天无一马退出比赛 全部跑完全成 所以说这个马的优势 就是说耐力性极强 以耐力渐长的汉血马 同时又兼备短距离冲刺的爆发力 可见普达科的家族 是多么的出类拔萃 除了优秀的运动基因 完美的体型 也是普达科成为国里的原因之一 远看一张皮 近看四只体 远看一张皮 就是我们要看看它的毛色 这是一个典型的金色的海流毛 是图库曼人最喜欢的毛色 也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毛色 汉血马的毛色之美 是其他同类无法相比的 首先是毛色丰富 包括黑色 金色 绿色 白色 青色等七八种 而且无论哪种颜色 在阳光下都会呈现金属般的光泽 金色 是汉血马独有的颜色 也是图库曼斯坦人最喜欢的颜色 因为地处沙漠之中 金色跟沙子的颜色很接近 是一种保护色 过去方便骑兵埋伏和逃避敌人 而在东方 金色自古就是人们喜爱的颜色 所以金色的马也是中国人的最爱 除了毛色耀眼 普达科的四个蹄子也很有看点 那么近看四十蹄 四十蹄 这个蹄子比较小 而且匀称 作为专门的骑乘用马 蹄小腿细 就表示它有很好的运动性能 整体形象好 普达科就拿了高分 再看身体细节 也还有不少能够加分的点 像马 这个先像头 像头呢先像眼 这个眼睛要大 眼大呢则心大 是吧 心大则猛力不精 这是像马精说的 这个头呢 头如拨兔 就像那个兔子 拨了皮的兔子一样 那么这个马呢 这个特征呢比较明显 耳如雪竹 耳头呢像削了的竹子直立 另外这个马的最大特点就是 脖颈呢比较细长 而且呢比较柔软 能够向后弯曲 四肢修长 而且呢腹部紧收 这是一种轻型马 赛马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体型 家世显赫又具有典型的汉雪马特征 年轻的普达科以国里的身份来到了中国 其实在普达科的故乡 土库曼斯坦 当地人对汉雪马有着极特殊的感情 我们土库曼斯坦人 有这样一句俗语 我们清晨起来先向自己的父亲问好 然后再向自己的马儿问好 我们有法定的汉雪马节日 就是每年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节日期间 我们会举办盛大的赛马会 还有各种以汉雪马为主席的平底活动 在中国马文化节期间 土库曼斯坦总统的马队 在泰妙进行了精彩表演 展示了汉雪马极好的协调性 平衡性和力量感 中国马业协会也组织了国内首届汉雪马选美大赛 宝马的主人们在赛前争相秀马 那也是毫不相让 这匹马是2007年的青年组选美冠军 是2009年的世界选美冠军 你首先看它这个眼 现在汉雪马当中这种眼 起码要300匹马才要出这么一个眼 它这眼是凤眼 你看从它正面看 你看这个马好像特别的凶 在这个像马图上你看 这个马是虎辈 虎辈是平的 熊腰 腰出 它是银宗银尾 然后是两个玉石眼 你看它的眼睛 它跟马的眼睛是不一样的 这在我们古代的像马镜中 它叫玉石眼 然后它是长流星 然后四蹄踏雪 四个蹄子是白的 然后它的毛色是有金属光泽的金色 因为我一米七二 它现在已经就给我几乎呢 是一米六八 是最高的了 有的人问了 说这马高度 就是以为抬头的高度呢 说这马一高 所以又抬起来了 就说这马可高 这不是说从头梁的 我们是从地面 从它前提 到它的脚下这 这是为它的高度 这么凉 然后它亮点的 就是它毛色 毛色呢 在这个阳光底下 就像看 就跟金色的 黄金一样的颜色 还有它的前胸 前胸就这么要宽 然后呢 它有好劲 非常正 然后它这颗心 有些呢 就长 一般不会长出 像这样的心 看了这么多匹汗蟹马 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点 无论是土库曼斯坦 总统马队的马 还是来参加选秀的 国内的汉血马 几乎所有的马 都没有棕毛 只有一匹例外 这说明汉血马本身是有棕毛的 只是被剪掉了 为什么要把它们的棕毛给剪掉呢 进入选美决赛的30匹汉血马 是从国内的300多匹 纯种汉血马中 还选出来的 各有各的亮点 那么汉血马选美 到底选什么 什么样的马 能够拿高分呢 首先就是这个 普系的特征 每一个普系呢 它都有自己的特征 我们要把这些优良的特征保存下来 第二个呢 是一个外观的评分 第三项评分呢 就是它的这个步伐 也就是运动的姿态 汉血马的比赛项目 也分成三项 包括站立 漫步 快步 动作看似简单 但是评委们 能够通过这些姿态 看出很多内容 比如 一匹马的体型特征 跟它的品系特征 是不是吻合 它的外貌美不美 动作协调不协调等等 这种比赛 其实是一种选美比赛 而在国际上 汉血马还会参加 体育竞技比赛 是现代马术运动中的 实力选手 它们经常与纯血马 阿拉伯马 文血马 这些最具运动天赋的马 在一起同场竞技 它可以做速度赛 也可以做耐力赛 也可以做休闲提乘 也可以做经典马术比赛 包括声装舞步 场地障碍赛 三日赛 好多它都可以用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 虽然汉血马是 现代马术竞赛中的高手 但是因为数量比较少 身价又很高 所以主人都害怕 爱马受伤 舍不得让他们去参加激烈比赛 就连平时有点小磕碰 主人都会心疼的不行 刚才下车的时候 它到一个新的环境 包括看着很多的马 公马木马 以后它比较激动 然后直接从马车上 直接跳下来 所以自己搞得自己 受了很多批外伤 但对马来讲 这还好 没什么大关系 对民来说 对我来讲 我疼在心里 如果马要是说前腿断了 还好 如果后腿断了 这个马车就会 什么事也干不了 虽然没能看到 汗血马亮出自己的绝活 而且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 有些汗血马 偶尔还会发点小脾气 但是粉丝们捧场的热情 并没有受到影响 在中国 汗血马拥有极高的知名度 两千多年来的诗词歌赋 都在传送这种神奇而伟大的马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汗血马文化 汗血宝马好像是在三国里面 好像出现过 山前方形容着汗血马 你看 这个马刀上膊 细其万 这就是汗血马的特征 其实代表你的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还有什么呢 还有对于这种 大自然的理解吧 为了拍摄马群在草原上奔跑的壮观场面 我们特意使用了航拍设施 但是飞机起飞后遭遇大风 失控坠机 在最后的一刻 镜头依然为我们记录下了 大自然美丽的身影 您知道吗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汗血马 但是这种马真正的名字 却是叫做阿哈尔洁金马 是生活在土库曼斯坦 阿哈尔绿洲中的洁金部落培育图的马 那么汗血马这个称呼 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阿哈尔洁金马 在三千多年前就出现了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 而中国人自古就称它为汗血马 这个名称从何而来 民间有很多种说法 最普遍的一种 是认为它会流血汗 唐代大师人杜甫在诗中写道 五花散作云满身 万里方看汗流血 汗血马在剧烈运动之后 真的会流血汗吗 记者决定实地验证一下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林郭勒蒙 我们特意找到一匹白色的汗血马 让骑手带着它 在大草原上一通狂奔 就想看看它出的汗 到底有没有血色 看清楚了吧 汗血马出的汗 其实跟人出的汗是一样的 也是无色透明的 所以汗血马会流血汗 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 不过民间还有一种比较离奇的说法 说有些马确实会流血 因为它们得了一种寄生虫病 寄生虫病在我的这种概念里的理解 就是在远古的时代 可能是科技跟不上 驱虫的没有做到那么到位 然后马经过蚊虫定样以后 它把它充卵生在皮肤皮下 然后马高速运动的时候 它的血管扩张两至三倍 然后它钉咬过的血管上的 虫卵是没有密闭 然后有血液渗出 所谓蚊虫钉咬导致肾血的现象 如今在牧民家完全放牧的 普通马身上也看不到了 所以寄生虫导致汗血码流血 可能只是一种猜测 汗血码真的不会流血汗 但是我们注意观察会发现 白色的汗血码在剧烈运动之后 会出现皮肤发红的现象 你看就是红的嘛 是吧 汗血码呢 它是这个皮薄毛短 加了跑了以后呢 它这个血管弄脏 所以发红再加上一出汗呢 好像是流血了 其实没有真正的流血 跟皮肤发红这种情况 比较接近的另一种现象 是有些马的毛皮会反射红光 一般这马出汗的时候呢 都是从这两个膀子 和它的后膀那地方出汗 因为它皮薄有金属光子 所以那汗在阳光底下 显得就像是血红色的血一样 这种反射红光的现象 在金色和黑色的马身上 更容易看到 尤其是在一些摄影作品中 特殊的光照条件 也会强化这种所谓的汗血特征 不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 汗血码这个名字 其实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 除了西域多善马 马汗血这一句记载之外 史记大渊列传中还有一句记载 说吉德大渊汗血码 义壮 这里明确出现了汗血码一词 而古代的大渊国 就是现在的土库曼斯坦 汗血码这种叫法 很可能由此而来 虽然不能确定汗血码 这个名字的出处 但是中国人对汗血码的赞美 却是传送了几千年 从西汉开始 由于外交往来和经贸活动 历史上的各个时期 都有汗血码被引进来 但奇怪的是 它们竟然没能在我国 形成一个品种 历史上的那些汗血码 为什么没有留下纯种后代呢 据专家分析 原因有很多 一种情况是 它们被当地的码给铜化了 我们国内历史上 经过很多汗血码 但进来的时间不同 那一次呢 进来的也不多 因此它们没有机会 这个汗血码之间的交配 在我们国内繁殖的时候呢 主要还是 汗血码和我们当地的 经常杂交 这样呢 经过漫长的这个 时间的杂交 它的一个 一些优良的特性 逐渐的消失了 不会留下来 对纯种码来说 杂交意味着基因被稀释 汗血码的特征 在杂交一代身上 还能够保留一半 到了杂交二代 就只剩下四分之一 再经过几代之后 汗血码的各种特征 都会逐渐消失 据考证 新疆的伊犁码 就有汗血码的基因 除了被本地码同化以外 汗血码消失的另一个原因 可能是进行交配 导致后代退化 它这个汗血码 这个繁殖能力 不是很强 这个与它近交有关系 血统太窄有关系 世界上的纯种汗血码 目前只有三千多匹 但却分成近二十个匹系 而每一个品系 都拥有共同的祖先 为了保持特征 主人会在同一品系内部 给马找对象 容易出现进行昏配的情况 造成后代退化 还有一种原因 汗血码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 可能会失去一些特征 比如为了预寒 长出了长毛绒毛 慢慢的就会失去 皮薄毛短的特征 我国目前有三百多匹 纯种汗血码 怎么才能让它们 安全的生儿育女 不再重导历史的覆辙 这是中国马业协会 关注的重点 举办选美大赛的终极目的 就是为了给这些汗血码们 牵线搭桥 帮助它们实现 忧生忧郁的目标 真正让汗血码 在中国开枝散叶 我们要建立品种登记制度 建立科学的选种选配制度 把这些马种的血系 岔开进行繁育 纯种繁育 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品种 在中国不断的延续下去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中国马业协会 能够科学有效的管理起来 然后科学有效的把它定在 马上运动当中 汗血码这一次是真的来了 希望中国马业协会能够尽快建立 汗血码一种体系 推广科学的一种技术 让这些漂亮的宝马 能够在中国安家落户 家族形望 而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搜索手机报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央视网和科技院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种流传千年的捕鱼记忆 能带来什么样的收获 茫茫冰湖 他们靠什么找到鱼群的位置 冰水刺骨 他们为什么又非要等到大冬天来捕鱼 几吨重的大王 怎么在冰层下洒开 古老而神奇的记忆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农事秘密 科技院下期为您讲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